打開 這樣一直溜下去 對象又有來車 這個我們馬上來做清查 我議員剛剛提的我聽起來非常的不合理 我們內政部有頒發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的規範 他就有規定這些身上停車格設置的地點 也有規定我們要設置電 謝謝 以上張兆口議員執行 時間到現在以下由張建文議員 劉永昌議員聯合執行 總共30分鐘 好主席還有各位長官大家好 我想這個下午時間是比較 質詢是比較大家會比較不太注意的時刻 所以我在這邊 我先希望我們大家都先把心態轉正一下 我也一樣 我們再來探討 這樣或許我們對事情會比較嚴滑一點 所以先把我們的心態都轉正一點 我在這邊我要講的就是 你們都有專業 而且你們的專業應該有的都從中央每個地方的專業人才下來的 我所知道的所有現在的一級主管真正住在台中市的 可能沒有超過三個 讓我知道的就只有一個是你們的民政局長 他是住台中市 其他你們都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但是我想把心態轉正一下 你既然來到這個位置了 我還是希望你們就把台中市這邊看為是你們的故鄉 你們希望在這邊居住的那個心態 來把這個地方好好的把它做好 所以我在這裡我要先跟我們的那個交通局長先做個簡單的探討 我想我們蓋過大樓嘛 蓋過大樓也應該要從一樓基礎或者地下室一起上來的 那我發現你們一上台 你們為了是呼應林市長的這個擺日有感的 你們把原造資源的所有的建設 大小行航艇的 你們總共有幾樓你敢說 你有辦法說出來嗎 化庭的不可以做的 不可以做的就是我們BRT另外五條不做的 現在停下來 只要這樣而已嗎 是 你們台灣塔BRT攬車什麼東勢跟豐原的快勢道 阿就一直摸摸摸現在那個馬祖延期你們都發 整個都發 我想你有幾樓還是發送的啦 但是這種的發送的心態真的就不好了 我很希望你們喔 把心態轉正一下 你知道我知道你 我這幾天給你觀察 你的回答非常的簡單惡藥 而且我發覺你還是一個 蠻肯單單的一個主管 因為你敢說 你說出來你 你代表議員的這個質詢 你都非常的簡單惡藥 我覺得你很好 這一點很好 所以我要跟你講探討這些 那 至於你們現在 喊幾條的那個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 你發白做的幾條 大家都很清楚的 所以人才會給你們一個停工市長 那我想只有一個市長他沒跟這麼好大大公 每條都要發庭 這個 因為你們是內閣 你們每一位內閣你們有進到內閣的那個責任嗎 你們有沒有去分析說這條把發庭的影響 影響什麼 應該你要 就如果說你前朝都做不到 大家沒下你們的整個你們應該要 就管理就各方面應該要做修補和檢討 這個都OK 你像每條都把發送的發白做 我想這樣真的很不好 我簡單的再請問你一件事情 是 你們捷運那個事情 理賠的問題 現在那個下包的那個 謝先生 謝先生啊 謝文輝先生 理賠完了沒 還沒 他那個沒有理賠完 你 你有可能復工嗎 復工是 我們現在復工是要就是說 過去做過的工程要安全 第一後面做的方法要確保安全 我們就要復工 第一要先確定進行做的 好那你理賠呢 理賠就不跟人家理賠了 理賠現在手上那個總管國公司 在叫謝先生 他們的教授 還在說介紹的問題嘛 我希望你們 稍微 拿出一點良心 說實際的啦 我現在直接說你們有個 你們有個心態方面 你們有個不高興啦 但是我要講 你不要去看今天這些事情 沒發生這樣啦 我告訴你 說實際的 說實際的 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內心 我們來這裡有稍微有這個感覺 不要去給人家敢說 今天沒有這個事情 尤其你在 你在你的這個報告裡面 你也有寫到一部分 你說為了要 行動一百 所以呢 你有去 你涉及 你涉及部分的路段捷運施工的為理 這個你在報告裡面 你也 很坦誠的寫出來 所以針對這個問題 跟校車裡面做結合 對 這個非常好 但是我給他看 你國小的部分還有做到 國中跟高中的部分 還並沒有去做到 有辦法是路線的調整 應該你可以去用點心 去把這個 這個 你的公車 你既然你 BLT 你都停 你都敢停了 你所以 所以路線的調整 應該是一個 很簡單的事 希望你能夠 趕快幫他做好 是 好那 那其處 我就要跟你談到 這個應該也不是只有你的問題 但是 你的 你要去 感覺說 剛才我們很多議員 你說發佈的問題 發佈問題 你為什麼要不敢做 為什麼不敢整個都要後裏 我跟你們說 你們就是 做不來 沒辦法做 才分作幾個位 你們現在 分作10位 你們市長再說一下 要試生有心 我會跟你講 你真的做到要試不像 沒有騙你 你要10個亮點 要怎麼亮 你光後裏跟豐原的南向道路的特關 你知道現在到哪裡了嗎 當然這個是你要講說建設局的 不過息息相關跟你交通問題 你也不知道進度到哪裡 那個是一條非常重要的道路 你如果發佈在 後裏也好 或者你現在要 從豐原又要到外埔 又要到 到什麼地方呢 只有靠一個山峰路 是絕對行不通的 所以很重要的一條道路 本來這條你無論如何就要選擇 但是我看你們到現在沒有動靜 所以這個我拜託你 應該你要去催進度 要不然你交通打劫 就是厚里跟豐原的南向 透寬道路 三合一的道路 對 那好 謝謝你 那我再來 我們請問一下觀光局長 局長 花博的部分 你到現在觀光局應該只有負責 馬場 另外再負責 行銷對不對 這個我就問題到了 我想要請問你一下 馬場你還好管理 對不對 馬場 你要怎麼規劃 我們沒有看到 我們也不知道你的硬體建設到哪裡 你要去幹那個硬體建設也必須要有 你去使用判定一樣嗎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執照 建築執照使用執照那些都趕得及嗎 這個是硬體的 這個你要去知道馬場的部分 好 那個我不跟你談 因為 你們要去做應該你們要去扣服 尤其你們各科室可以去協調 我很有興趣的想要了解一下 要怎麼行銷 行銷 我們現在 一眼報告 我們負責是在整個所有國際的行銷的部分裡面 所以我剛才 我就是 我就是想 不要聽你的國際行銷 你如果國內就沒什麼行銷 你國際怎麼去行銷 你跟我講 我跟你講 你如果這個心態 你也要心態要去改變 你不要一直想說你是法性航空的 這沒關係啦 這沒關係啦 你要國際行銷 你國內就沒什麼行銷了啦 國內你怎麼行銷啦 你要怎麼疏散你多少人來自各地 我們全省要來看你這個發佈 你創作十位你要怎麼行銷 你從哪一個亮點開始行銷 十個亮點 有沒有想過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跟議員說明的一樣 我們十個亮點裡面 我們變成是 我們對 從豐原開始到 後裏到外部 三線 海線 這樣我們是用區域整合 去做行銷啦 對啊你要怎麼行銷啊 現在這個 你是要賣 賣還是中票 還是要怎樣 還是要怎樣 你哪有哪個方式行銷啊 我們現在一個是 因為花博現在都還在籌備 所以我就我的部分裡面 到目前二濤2018的時候 我變成從 我們幾個 山海花 花屯的部分裡面做 區域的整合的行銷 現在是 在現在是國內 跟國外都也是要做回去做 包括整個套裝的 哎呦你就不要講到國外 我就跟你講 你看國外你就不走行銷 你像台中市你就不走行銷 十個亮點 你要怎麼從哪一點 開始行銷起 十個亮點 你收不收門票 十個亮點都收呢 還是只有收一個地方 就其他就可以 不必 不必門票就可以進去呢 現在 這個都是還在整體的規劃啦 好 給我 科長你們都不要打pass 我跟你講 你們這就剛出錯了 創十個月啦 你要怎麼行銷 拜人美美 你光光旅遊籍 不知道在做什麼 你知道嗎 原來人家的規劃是 後里是一個 一個據點在那邊 你們就沒想到 你去跟他說那裡有石壺 我怎麼就帶到後里 到方圓的結構 我們每看一隻三個都九號 九號是什麼 瓦鍋 我們都沒看得到 鄉王你創一隻小號來 跟那間 就把後里這塊大拼 就拿來分做十塊 就要這樣做了 你們在做什麼 你要分散 這個金費呢 你們在消化金費呢 沒辦法做 你說沒辦法做 說我沒辦法做 像我們 也有幾個議員把你劃賣做啊 那你要做 我還說 到後來你觀光旅遊籍 你的風味到湊頭 因為是你們行銷不利 再來就你交通打劫 這個就是你交通局的責任 因為你到現在 為止你們 今天你們那個 農業局就沒在這裡 農業局長要不要開過火 我們住在方圓後 你不要聽到說 你們到底要怎麼做 三年五月的時間呢 一條路 你做 有時候要五、六、七年 就要再你做 所以我這個我是跟你點一下 阿嬤,你交通 公理有錢 你不要只想說 我就做過 華信航空的董事長 我要坐 來行銷國際 你只要台中市 你就沒辦法行銷啊 我要跟局長你報告 所以 拜託你好好思考 我把這個時間 給 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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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